好 旺董也发文了 蔡衍明最新的 他前面提到民进党执政这几年 倒行逆施大贪大俯独裁 欺骗无能无为债留子孙 他说各位亲朋好友们 如果你们心目中第一目标 是要下架民进党 请务必集中投票 票头3号侯友宜 打天下无法治天下 必然天下大乱 柯文哲无人可用 倘若胜选必与民进党合作 而留任至少一半以上的 民进党现任高官 这如何能够下架民进党 贪污弊案将永远无法水落石出 人民永远无法做主 请务必集中投给3号侯友宜 攜手同心救中华民国 救台湾人民的好日子 上志哥 对 其实我想要到最后时刻 其实大家都有两个状态 第一个部分就要很清楚的表态了 我想旺董已经表态 他那个理由其实也是蛮吸引人的 他就认为说 以柯文哲现在没有办法治理 那他会留任 当然这是旺董看法 但我不知道其他的像兵哥 或者是凤欣姐怎么样 但我想我自己在这么多年来 我们跑新闻到大概最后两天 我们都在算票 对 其实我们会看那个势头 比如说都会在各 三个政党造势场合 会去看一下造势 然后也会了解一下 特别是蓝绿当中 因为组织动员嘛 你都很多人都在笑他们的游览车 发便当 可是这就是动员 这也是实例 我们也会去算这样的东西 第一个是这个事跟氛围要算 因为如果这个当中举例来说 这个事跟氛围有问题的时候 也会有点奇怪 比如我举个例子 昨天其实对于民进党来说 赖清德在凯达格兰大道 可以是说他用凯兰德拉大道 大道的最后一场 那我就非常认真跟专心地看 他昨天有什么转变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在前几场 前几个礼拜当中 你仔细看所有民进党当中 所有上台当中 我以苏贞昌作为例子 对不起 大家可能不想谈他 但我要讲他 昨天他们有转变 来不来得及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现在他们都在讲政绩 苏贞昌在的时候 我真的是笑到 我都快要吐得痛死了 因为他背后 那个三层楼高的LED 他都很多数字 很多隔框 很像PPT 他就一直在帮水民上课 在说服 然后底下那些老阿伯 都已经昏昏欲睡 都快要睡着了 那些 我在想说他们回去 回去荣树下 或回去土地公庙前 要讲什么 这些背得起来吗 可是他昨天的时候 就发现有很大的批变 昨天晚上在凯雅各安大道 你看所有上台部分的人 都是讲民进党执政 都没有再讲蔡英文 连苏贞昌都不好意思 再讲自己 在当时行政院长了 然后到最后再提赖清德 在之前都乱七八糟的 但是在此同时 虽然他们改变了 可是在昨天 我们在网路上 看到非常多是这样子 我们看到自由时报 对不起 看到那个自由时报 跟包括绿媒的电视台 大家最后有个批图 就是说 警服门满满的都是 可是在此同时 我们也很有意思 我们发现有很多年轻小朋友 他们就自己 在实际直播现场 就直接到 昨天民进党的现场 在那个地方做直播 让你看到警服门的人 是多么的稀稀疏疏 所以你看到时候 而且很多组人在那里 我想昨天至少五六组小朋友 在那地方做直播 你东看西看的时候 在对抗到地上台去 行程强烈的对比 所以我要讲的是 我们现在在算票 第一个如果当你基层动员 是刚刚讲民进党 凯拉格兰是他们最后一场能用的地方 今天就要只在新北 在最后冲刺了 所以这到底没有错 今天1月12号会是更要冲出更多的人 那么我上次也提到说 中南部我都已经提到 我自己到中南部去问 包括游览出那些动员的 都是要三更半夜也都要冲上来 那结果但是昨天去看 你说是民进党是故意的吗 还说他们真的动员的组织力量 真的是我跑新闻这30年来看民进党 最难以想象最弱的一次 最弱一次 我想我在中低卖口开讲 我每次都在讲这一点 可是我在昨天更确认这一点 为此我今天早上我刚刚讲 我跑去三重 跑去他们要组织动员的地方 我跑去看 这个理当中怎么只来10个 你上这样子 我就觉得怎么那么少 我就问这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 今年的民进党的部分的基层的冷 那么基层当中 我现在是讲是我们 我虽然没有说他们一定怎么样 但是真的跟我4年前8年前 跟我这30年来动员相比 真的难以想象 那我们刚刚讲到最后在算票 其实在刚刚历史哥也有提到 其实大家都在算 这个最后如何 因此就如我们刚刚讲 现在到底纯水扁有多少影响力 我想我上次去嘉义的时候 包括到南部到高雄 包括这次到台中也是 我去特别找了一些 阿扁自由会的他的支持者 然后我直接去问说 OK 阿扁是叫你们 跟你们 你们找跟阿扁联系 阿扁是有具体叫你们投科吗 阿扁是叫你们怎么样表达不满 还是阿扁开放自由给你们 后来我发现其实 这个阿扁自由会的各自不同 也就是说我至少我从阿扁 我再算到底阿扁这边的票这里 他是要他们表达 我要投科你们要投科 你们这些我的粉丝 还是说我开放你们投绿 我发现其实莫衷一事 有人说阿扁直接跟他明示 还抱怨了赖清德巴拉巴拉之类的 然后有人就有人说阿扁 可是因为每个人跟阿扁的交情 也不太一样 所以现在大家在算 我始终都觉得 现在所有各自的基本盘 我们在今天最后 大家就冲刺里头要看那个人气 还是那个事 那个氛围 因为那个东西最会影响到最后 魏表态的 那当中可能还有十多 十多趴的不是民调 我们现在就常态上去思维 另外真的要把所有这些 你说真正有票的政治影响力的人 一如刚刚刚包括小燕姐 小燕姐本身的他自己的人望 可是确实在圈子里头 很多隐居圈的人 他们也没什么特别想法 你知道历来我都知道 有些跑去小燕姐我们要选谁 那小燕姐都在开放 叫大家你们自己决定就好 所以大家在最后关头见如何 今年是真的很难说的一年 所以旺董刚刚表态 旺董刚刚支持的部分理由 我们也都听到了 我个人认为其实最贼的是阿扁 因为阿扁就 你说这个台湾的选择 对 那问题他六天前 他发了一个什么 在路上 那当然我知道 阿扁对赖清德绝对是不满 因为赖清德过往是怎么样 被阿扁栽培 然后一路好像讲的跟真的一样 所以会帮阿扁怎么样 结果为了选举就把阿扁丢包了 那可是我也必须说 阿扁跳出来 去支持某人或不支持某人 其实会吸引来一部分的支持者 我相信 但是也会推走一部分的支持者 实际上阿扁今天发 昨天发这个对不对 台湾的选择 今天陈昭之已经直接讲 直接就是写点书呼吁 呼吁大家说就是 谁没有去拯救阿扁啊 什么什么东西 所以他要 那陈昭之当然是要支持柯文哲嘛 那我个人是觉得 阿扁其实跟陈昭之同时做这种东西 就有点多余 因为大家都知道陈昭之是挺阿扁 对 那你阿扁用隐秽的方式 然后陈昭之直接让你坐死 所以要这样到底什么意思 如果陈昭之要直接这样写 阿扁就不用去做这个东西了 那所以我个人是认为啦 阿扁去支持柯文哲也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因为柯文哲毕竟当年是他医疗团队的一个 所以他会支持他也没什么好奇怪 因为阿扁应该不会去支持国民党 应该不太可能嘛 所以问题是 柯文哲的支持者是来自四面八方的 其实大家不要忘记 当初陈昭之进入部分区的时候 其实民众党内很多人就开始在质疑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跟阿扁的路线是不一样 可是陈昭之是明显挺扁 那现在阿扁如果这个讯号就代表阿扁挺 柯文哲的话 那对民众党的某一些人来讲 可能是会有疑虑 那我也知道 绿的有一些人也会去骂阿扁 但是阿扁没有在怕的 你骂你就骂阿 他干嘛在乎 对不对 现在谁能拿阿扁怎么样 对不对 赖清德上台之后 难道敢把阿扁关回去吗 赖清德也不敢做这种事了 所以基本上我个人认为阿扁 大概已经是金刚不坏之身了 无所谓了 可是问题是我是希望 大家就是我们看到很多这些名人出来 我支持这个我支持那个我表态 那问题是我一直觉得很奇怪 到底有多少人是因为你 你喜欢的那个人支持谁 所以你跟着支持谁 所以你到底是在投票还是在看演唱会 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们知道明星阿在演唱会来 哇好棒喔 我去看演唱会 所以因为他很可爱 我喜欢他 或是他的歌声太好 或是舞技太好 我去支持他 可是你会欣赏一个人的某一点 跟他的政治倾向 跟你的关系是什么 所以我是希望台湾大家 能够尽量用理性去思考 也就是我希望每一个人投票是 经由你自己理性思考 你觉得应该这样 而不是因为你喜欢某个人 某个人想要这样 我觉得这一点会是比较重要 如果台湾能够往这个方向发展的话 才会比较好 实际上我最近这 从蓝白分裂的时候 我看到本来之前 大家可能还稍微 克制一点 到后期大家就彼此蓝白之间 彼此互相攻击 其实我看了会觉得说 在台湾难道 只要意见稍微有点不一样 就会变成你的敌人吗 那大家一定要走上这条路吗 但是我也必须提醒大家 虽然很多人跟我一起遭遇了 最后这一个月的这种乱象 但是我要提醒他 其实如果你像我一样 仔细去注意看的话 老是在兴风作浪 就是那几百个账号 他们就是不断的到各大平台去留言 不断的在挑起各种仇恨 他们到底是真心这样想还是故意反窜 还是根本就是网军我不知道 我也知道这类账号大概都有一个特色 就是你点进他的人头里和近日看 他要不然就是已经三年五年没发过言 要不然就是可能每隔个半年一年才发一次言 然后发的言也都是一些言不及议或是分享一些连结 所以如果在网络上大部分都是这一些 这一些账号在做很积极性的发言 做很挑衅的发言的时候 如果你被他影响你的情绪 我觉得那你就中计 了大部分 是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